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人赚钱不一定是责任 但一定关乎自己的尊严 总是问男人伸手要钱花的女人 下场都不会太好 不仅会让身边的男人看不起 也会慢慢消磨掉多年的感情 这个世界能靠住的只有自己 靠自己努力赚钱的女人才最让人佩服 第三 乐观知足 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知足常乐 人这一位子有得便会有失 时间内一切安排未必能让每个人都顺心顺意 如愿一场 生活中知足的女人常常心怀感恩之心 比那些充满怨气的女人更能体会到快乐 乐观的女人 面对再大的困难 也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积极解决 不给身边的人添麻烦 少计较 少抱怨 心怀感恩 赤诚善良 这样的女人才配得上最美好的一切 第四 有人疼爱 父母安康 儿女笑声 爱人呵护 这是每个女人最渴望的生活 开心的时候 有她们为你欢呼 难过的时候 有她们寄予安慰 不管何时 她们都会惦记着你 在背后默默支持你 给你前进的力量 当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 也总会有人挡在你的前面 给你十足的安全感 让你感受到被呵护和疼爱 在平凡的时光里 有深爱的人陪在身边 大家相互珍惜 相互扶持 这才是好命的女人该有的生活 这四个好命女人的特点 你拥有几个呢 不管此时拥有多少 后半生也要积极生活 谦卑和努力 总有一天 你会活成自己最渴望的模样 也会拥有让人羡慕的人生 本期节目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 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一经风水 学习古人智慧 找到成功秘诀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不吝点赞转发